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从十天前从屏东的鹅兰鼻出发的台一线造势活动 即将要开爬到象征总统府的台北市 那么现在现场的支持者是相当的热情 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杨秀金 秀金请说 好 蔡英文的台一线今天走了十一天 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而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台北市的中校桥 可以看到其实下桥的地方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人 他们沿着这个中校西路排成一排也拿着棋子 就是要等蔡英文跨越中校桥 那么其实呢 今天蔡英文一整天先从桃园的中立扫街 那么现在她人的位置就在新北市的三重跟新庄 而表定在这个五点钟 她就会正式的跨越中校桥 那么民进党把它定调成前进台北城 而蔡英文也会沿着中校西路再转进公园路 一路前进到警部门 晚上再到凯道有一场大型的造势晚会 而刚刚其实距离蔡英文到达还有半个小时前 现在画面可以看到已经还蛮多人了 就已经聚集在这个车队将要下桥的地方 在窥骑子在等待 而其实呢 南绿都把台北市定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也因此台北市的选情 台北市能汇集多少人庆 也算是这次2012大选比较可以观察选情的指标 那么其实呢包括蔡英文11天以前从蚵兰比开始 人气其实都还蛮旺的 那么外界本来也质疑是不是蔡英文过了浊水溪之后 人气就会比较冷比较淡呢 不过其实呢事实上看起来 其实这里选情都还吵得蛮热的 因为台北市一开始从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始积极的动员 包括了党公职还有议员们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旗子议员 还有立委的候选人也都会到达现场 那么希望就是要把民进党在台北市的选情炒热起来 而稍后在晚上7点钟 蔡英文以及党内的包括了苏贞昌 现场庭 吕秀莲还有游锡坤 所有的党公职以及立委候选人 也都会在台道做一个大型的造势活动 也希望把台线的压轴压在海道 我们稍后有这一情形 我们会随时为您做联系报道 先把镜头交还本类 好我们谢谢秀经 可以看到蔡英文的确是受到大家的热情欢迎 那么另外一头呢 她的副手